小狗在家里第一次生宝宝怎么办 小狗第一次生宝宝 这可能是很多家长都非常担心的事情 那我们看看有什么可以去帮助他们 第一个 小狗的妊娠期一般是60天左右 那我们在60天以前 应该其实要做一些准备 准备一些棉片子 放在比较偏僻的一些小角落 小狗在生产的时候最怕受到惊扰 放在那里既舒服暖和 它也可以安心的去做生产 那么除此以外 我们也要去预防 如果小狗妈妈不会去撕扯胎衣 也不会去咬断脐带 那我们可以准备一个消过毒的小剪刀 去帮助它 再距离小狗提侧 两到三云以上的距离 剪断它的脐带 以帮助小狗顺利的铲除提外 小狗生产出以后 我们要注意对它的保暖 对于大狗而言 我们也要去注意的是 加加营养 补钙 因为往往生产完以后的哺乳 会造成钙的流失 产后风也就因此而来 补钙可以大大缓解这样的情况 小贴士 小狗的生产日 一般是60日左右 我们在60天以前 要准备好狗狗生产的棉垫 用来保暖 也要预防狗妈妈咬断脐带 可以用消毒的剪刀 在距离小狗三厘米以上的距离 剪断脐带 生产完以后 记得给狗妈妈加强营养补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